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蘋果一直以來發表產品都會搭配一句slogan 像是最近的iPhone14 Pro就是Pro領價超越 而M2的MacBook Air則是輕不可看清 數十款產品,然後數十種不重複的slogan 我唯一記得一句就是某一代iPad Pro發布時的 你的下一台電腦,何必是電腦 當年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完全就是嗤之以鼻 後來我又聽說蘋果要捨棄Intel 然後在電腦上改用自家研發的M1晶片 我也是覺得不可能成功 但後來蘋果是用性能狠狠的打臉了我 我也是火速認錯,立馬就加入了M1陣營 不過當我聽到iPad Pro要用上M1晶片的時候 我才發現,你的電腦何必是電腦 這可能真的是值得思考的一句話 我這次買的是不久前剛推出的iPad Pro 11吋第四代256G Wi-Fi版 也就是搭載M2的版本,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了 我的心得就是,它真的可以取代電腦 講到這邊,可能已經有些人在想說 這果粉是不是腦子有動又要亂吹了 怎麼iPad可以取代電腦 狗屁,網路上一堆大佬看起來評測就是根本不可能 關於這點我真的是要強力反駁啊 我連iPad的鍵盤都是用買淘寶長得很像巧控鍵盤的藍牙鍵盤的人 哪裡能稱作果粉 不過不可不說這個仿的鍵盤真的是蠻好用的 手感也相當不錯 唯一的缺點就是螢幕開的角度不太好調 然後以及裝上iPad之後 這個第一排的數字鍵感覺會稍微被擋到 扯遠了,回到正題 當你聽到一個人說 欸我買了一台iPad要來當筆電 第一個問題應該都是問他 那你為什麼不買MacBook Air? 啊我為什麼要買MacBook Air? 呃因為平板又不是筆電 不會啊要打報告要剪片都OK啊 欸我不好用 哪裡不好用 我不習慣啊 那你不習慣是跟我屁事喔 通常會覺得他不能當筆電的人 主要就是會覺得說 他好像有很多事情不能做 或者不方便做 假如說你對電腦的要求是 複雜的城市開發 然後科學計算 深度學習 動畫特效 確實 他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取代 X86架構的Windows筆電 不過換成M2的MacBook Air 以上幾樣也是幹的哩哩啦啦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說 MacBook不是電腦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 然後我想到了關鍵原因 當然這個只是我的觀點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關鍵的原因 就是因為iPad不太符合一般人印象中的筆電 它已經被大多數的人定義成一台平板 而且當時的蘋果可能也沒有很認真 以至於大家對它的印象不佳 回想當年iPhone發布的時候啊 它就是一台擁有完整手機功能 然後並且還能做更多事情的手機 它不會說因為能上網 所以電話音質就變差 然後能發Email 結果貪吃蛇不能玩 再來看看後來的M1晶片 靠著Rosetta 2轉義器 它也至少能用七八成的速度 然後跑七八成的X86軟體 這兩個變換的過程 對消費者來說 不要說是無痛啦 有也只是暫時的小痛而已 因此轉換消費者的習慣是非常的順利啊 可是當年iPad說出 你的下一台電腦何必是電腦 結果大家對它的期望太高了 當時的軟體是根本不到位 然後那時候的iOS是連打Word的報告都困難重重 好不容易打好了不知道要怎麼存檔 那存檔不知道要怎麼傳到電腦 傳到電腦之後發現板都跑了 把它當電腦用起來真的就是折磨自己 不過好歹也過了好幾年 今天iPad Pro已經不一樣了 硬體幾乎到位 軟體也在逐步跟上 所以我就來跟各位聊聊我這幾天使用的心得 對我這種科技仔來說 其實MacBook能做的事情真的是會多很多 但是我很清楚 我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家 那在家裡我有桌機的情況 根本完全不可能會用筆電 而且我的需求就是外出能寫稿 然後簡單的剪片 那偶爾在手寫一些筆記之類的 然後在家吃飯的時候 還有個比手機更大的螢幕可以看片 因此買iPad Pro對我來說是一個更適合的選擇 至於它整體的操作邏輯 或者是文書和剪片的能力 以及方便性 好不好用我覺得是見仁見智啦 所以我就實際的來演示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再自己感覺一下 它與一般電腦的差異吧 首先來看看它接上鍵盤滑鼠之後的樣子 它的滑鼠就是一顆觸控原點 然後在靠近圖標的時候會被吸附進去 之後選到的App就會被稍微放大一些 觸控板與一般的Mac一樣 然後支援多種手勢 不過既然都已經是觸控螢幕了 我自己是更習慣用手直接上去滑螢幕啦 如果有連接任何無線或是有線鍵盤 反正只要iPad認得出來的 在要輸入文字的地方 螢幕鍵盤就不會顯示 接著是蘋果新增加的目前調度功能 基本上就是讓它能和一般的電腦一樣開很多視窗 這個功能對iPad的性能來說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而且這個功能也是我認為iPad要成為電腦最重要的一環 問題就在於雖說要讓iPad成為下一台電腦 但是它身為平板 操作主要還是依靠手指點及螢幕 如果讓視窗在觸控畫面中優雅分配空間 同時又兼具觸控的操作性是相當重要的 我自己目前使用目前調度的心得就是 能用但是不好用 至於要怎麼改善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專業的UX UI設計師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做會更好看 或者是更好用 那我就不提我個人的建議來丟人現眼了 反正我踢了蘋果也不可能聽到 再來我們來聊聊它的文書功能 講到文書那不外乎就是 Office三本書 Word Excel以及PowerPoint 一個正常的文書工作要求就是撰寫 排版然後存檔 而且別台電腦也能開這個檔 並且維持格式 算起來不用說 排版如果不能排的話 大家學校交報告就傳LINE就好啦 那何必要寫成Word檔 存檔 而且維持格式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不然報告交去給教授 結果教授用電腦打開發現一團亂 他根本不會管你到底是用筆電 還是平板 還是什麼手機寫的 反正要滿零分要滿就是重寫 不過如果微軟的Office三本書 要在iPad上正常使用的話 就要購買他們的Office 365 那我是直接點了一個月試用來給大家看看 抱歉我真的不是什麼高級的Office玩家 沒有辦法測試一些花式操作 那就只能測試一些我最常使用 應該也是一般人最常用的幾種功能吧 先看到Word 上方的工具裡的使用上應該都滿直覺的 與電腦版差不多 存檔的話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難度 Excel也與電腦版差不多 基本的操作和公式都有支援 不過缺點就是如果要用拖拉的方式一次選取多格 可能還是要直接接針的滑鼠 或者是更大的觸控板會比較方便 最後看到PVT 使用上也差不多 目前目測與電腦版的差別就是同樣的功能 可能選項會少一些 但是簡單的動畫 或者是想要遷錄影片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本來就是已經很熟悉的朋友 在操作上應該是不會遇到太多困難 那麼重點來了 他到電腦上面會跑板嗎 答案是應該不會 至少我剛剛的那些操作 那甚至是我上網找了一些範本 到電腦上的Office 2021 看起來都是正常的 總體來說輕中度的使用上 應該是不會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缺點就是 畢竟微軟貴為App Store上面最優秀的開發者 他的月費真的是不便宜啊 但如果是學生然後學校又有提供免費的Office 365 我倒是建議大家可以使用看看 我自己平常用iPad寫稿 都是用蘋果自家的Pages 或者是備忘錄 或者的話是真的用的比較少 然後iPad上的Google文件 目前還是難用至極 真的是有夠難用的 如果工作上習慣大量使用Google文件的朋友 建議是可以拿iPhone 然後連一個藍牙的鍵盤來實際使用看看 如果能夠接受的話 再將工作流轉移到iPad 總體而言 我覺得他處理文書作業的話 論可用性我覺得不會說到不方便 大概有個75分吧 然後操作的話就是習慣問題 會覺得他違反直覺 主要就是因為大家可能已經習慣電腦版的操作 如果給那種完全沒有用過電腦的人 我覺得他的難度應該是跟電腦版的不相上下 甚至可能還會再簡單一些 再來來聊聊他的剪片能力 我這次是用iPad剪輯軟體中最有名的LumaFusion 趁著黑五特價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好像只要670吧 因為我的iPad是買256G版本的 所以RAM就只有8G 那如果你是買1TB含以上版本的 RAM就有16G 理論上速度還會更快更順暢一些 那要測一台電腦好不好剪輯呢 比起輸出的時間 其實我更在意的是他剪輯時的流暢度 所以我就來測試 到底他有辦法同時剪輯幾軌的4K素材 因為我自己大部分的影片就是一條主線講解 和一條產品的素材畫面疊在一起 只要能超過3軌的4K素材同時播放不卡 我就覺得他會是合格的剪輯機器 我這次用的是Sony的A7M4 拍攝的H.26 4K 60fps 碼率100Mbps的素材來做測試 一軌 OK 兩軌 OK 第三軌 還是一樣順暢 那第四軌 我開始有點卡了 不可不說是真的剛好符合我的預期耶 假如說你平常都是剪1080p的素材 那應該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那LumaFusion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輸出FCPXML檔 可以直接讓Mac的Final Cut讀出來繼續剪 不過這個功能還要額外花費670元 看來我是時候開始學習達芬奇了 而且現在Mac也是用NCD的晶片 Final Cut Pro X也是時候該移到iPad上了吧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 他有沒有辦法寫程式 老實說是可以的 不過我是強烈的建議不要那麼幹 那頂多就是突然有個想法 然後把它記錄一下就好 真的不要想靠iPad當成程式開發機 如果一定要用 那就用Google的Collab吧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網路不能跑 不過要是你買的是5G版本的iPad 隨時都能上網 到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由於iPadOS是比MacOS還要更封閉的環境 因此目前想要原聲執行什麼C語言啊 Python之類的是暫時不用想了 加上App Store上不能上架虛擬機軟體 就算有本事自己開發一個App編譯器 也會有諸多限制 未來也許有機會蘋果會開放啦 不過你如果真的那麼想用iPad寫程式的話 到那時候再買那時候的產品就好了 我這麼多年玩科技產品的經驗就是 千萬不要賭未來 畢竟是賭時賭九書 總結來說 如果你是打算買iPad來執行你現在筆電上的工作 然後取代你的筆電 我的建議是最好不要 因為你原本習慣的作業流程在iPad上面會非常的不同 很多事情甚至是無法替代或者是做不到的 那假設你有寫程式的需求 就是千萬直接考慮iPad以外的產品了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已經有一台桌機 然後需求就是處理一些文書作業 手寫筆記 然後做一些娛樂性質的事情 或是你想要買給家裡只用過手機 然後還沒有用過電腦的小朋友 我覺得都是蠻可以考慮的 對沒用過電腦的人來說 我相信MacOS或是Windows可能對他們是更加難用 而且小朋友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們如果遇到一些障礙不會像大人一樣就覺得他就是難用 那反而會探索各種達到目的的方法 啊還有部分讀文組科系的女生 覺得自己大學就是打報告、追劇、偶爾剪剪片或者畫畫圖 然後這輩子都不會寫程式 有的話也頂多就是簡單的Python教作業 那我也是推薦可以使用iPad當筆電看看的 至於為什麼是推薦女生而不推薦給男生呢 男生多少少都要打一些線上遊戲吧 除非你就是只玩手遊 但是你還要確保你同學揪你打LOW啊 打R6的時候你不要心動 反正依照這幾種族群的需求 下一台電腦何必是電腦 最後避免有人只看前後中間跳過 在那邊留言什麼果粉就在害人之類的 在此強調先確認你的需求 然後如果你的所有需求iPad都可以做到 那就買iPad了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拿手上的iPhone 先裝那些你之後會在iPad上使用的App 然後試用看看 感覺一下操作會不會不方便 如果你發現之後買的筆電會做的所有事情 在iPhone上面都不會太難做 可以接受 那就買 不過要是有某個需求 你不確定iPad能不能做 但是你確定MacOS或是Windows的筆電一定可以 那就千萬 務必一定 絕對買一般的筆電就好了 無庸置疑 假如你想要花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 一般Windows筆電還是最適合的 如果想要用全能又可以手寫的筆電 微軟的Surface Pro 或是一些廠商的二合一筆電都是可以考慮的 不過在續航上面就會差強人力一些 然後假如確定要用iPad Pro當主力筆電的話 務必要買256G起跳 預算夠的朋友建議就直接買12.9吋的iPad Pro 螢幕更大畫面又更好 長時間使用的體驗是會好非常多 我自己當然就是因為預算不夠 所以才買11吋的 影片結束啦 不曉得各位看完之後 會不會想要買iPad來當筆電 那如果有在考慮 但是又不敢下手的話 可以直接在底下留言你的問題 那我會盡量以我的使用經驗來回答 如果有想要分享自身使用經驗的朋友 也可以在留言區補充 覺得這部影片講的不錯的話 歡迎各位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轉發給還在猶豫iPad 到底能不能當筆電的朋友 另外我們的蝦皮商店 上架了一些之前評測過的主機板等產品 價格我自認是對剛好要主電腦 或是剛好有需求的人都是相當划算 那如果想要支持我們的朋友 不妨可以參考看看 幫我們回個血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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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